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不如来做低卡美味的酿偶片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莲藕含有丰富的纤维和复合碳水化合物 将这两种成分结合在一起 可以帮助您控制胆固醇和血糖水平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这次会把一个莲藕变出两道菜 很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道菜就是莲藕汤 然后用煮汤的藕片来做第二道纳藕片了 煮汤材料有 莲藕 鱿鱼干 花生 玉米 瑶柱 红枣 酿偶片材料有 莲藕 肉末 红萝卜 先把煲汤材料放入汤锅内煮汤 汤煮好后把莲藕捞出来 因为纳藕片也需要把藕片蒸熟 所以这样做就很简单可以很快就做好两道菜 莲藕汤只需要加盐调味就可以了 现在来准备第二道菜了 红萝卜去皮切粒 腌制鲜 腌制肉泥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加红萝卜 加红萝卜丁拌匀 准备玉米水用来涂抹在藕片上 可以把肉泥和藕片粘紧不脱落 肉泥弄在藕片上 像这样就可以了 重复以上步骤 弄好的藕片好好看哦 原本的食谱是用煎的方式 今天我打算清淡些 所以会用蒸的方式哦 我这里做了两盘哦 都酿了满满的肉泥 送入蒸炉蒸熟就可以了 蒸熟了 蒸熟了 把蒸熟织调出后 蒸熟织调得比的 蒸熟和藕昕 放入蒸熟 上番茄味的Cloud 舌口 加水搅拌均匀 酱汁煮一煮 酱汁淋在莲藕上 可以开吃了 有葱花可以撒在上面装饰一下就更好看了 蒸的方式很简单清爽不油腻很好吃哦 偶在南方被说成连菜 谐音连财表示发财富足的意思 还有就是偶是出于泥而不染 表示清廉高尚 新年佳节都会做许多美食 不如做这一道弄莲藕寓意也很好哦 莲藕的寓意就是好运连连 连连有余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新年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两百六十个适合新年的食谱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请不见不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